第九节到十一节 菲律宾书第九章 第二章 第九到十一节 我用圣经和本 读给你听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他 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第十节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胡不七夕 十一节 胡不称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让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求主 你私下 就算今天是我们活人的出息 但是我们要你的马纳 要你为保我们 在这个新一年里面 让我们更了解 知道耶稣的名字何等的伟大 我们作为你的儿女 有权利 有权柄 使用你的名字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要做 今年我求主 让他们每一个兄弟姐妹 凡事都得胜 靠着你的名 主我求主 你来祝福 以下的时间 祝福你的仆人 让仆人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能造就他们 主啊 也赐给他们一个受教的心 打开他们鼠邻眼睛耳朵 能够听到 能够听到和领受到你的祸 感谢 祂名 祢祂祂祷告 奉耶稣的名 大大将 Amen 那记得上一次 上一次的系列 我跟你讲到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 之所以伟大 有三个条件 第一 因为他继承了这个名字 比如说 一个王子 他继承 他的父王的 这个继承权 他就变成伟大 第二 为什么一个人会伟大 因为他承继了这个名字 他为了这个名字 做了很多的工作 承继了这个名字 第三 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伟大 是因为他配的这个名字 还记得吗 如果我叫我女儿 叫我真美丽 他make sure她是真美丽 不能不美丽 不美丽 他就糟糕 这个名字 就不配这个名字了 所以 可是啊 主耶稣是恰恰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拥有这三个条件的人 在历史上 可能有人说 他是因为继承这个名字 他配的这个名字 有一个条件不了 有些人 他做很多的工作 很伟大的事业 成就他的名字 他也有一个而已 但是耶稣呢 这三个条件里面呢 他全部都拥有 今天 我们主耶稣如何 成就他的名字呢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 是于更尊贵的名 如何成就他的名字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呢 做了什么东西 使到他的名字 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都因耶稣的名 没有一个人 不跪下来 不栖息 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我好看 这一条件子 我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